白飯其實有些是好的澱粉 然後一定要有一點油 像吃辣肉 偶爾吃這個 豬腳 少得很下飯 是可以飼料 那個飼料不是很勉強的飼料 那很多人就 因為怎樣不吃不吃壓抑 那個 當你在照顧自己的時候 不是很勉強的話 身體免疫力就會比較 OK一點 陳美鳳感叹王潔民兵士 68歲養生法 健忘不勉強自己 陳美鳳8日出席活動 被問到王潔民兵士消息 我也剛才才知道 他有來過忙 每逢每逢每逢 都會希望大家真的 68歲的他也分享獨門養生法則 前時還有我喝飲料 我幾乎不太喝甜的飲料 奶茶 珍珠 都賺不到我的錢 我就是不太習慣 但我吃白飯 白飯其實有些是好的澱粉 然後一定要有一點油 這樣加拿把 偶爾吃這個 筆卡 紅燒 那很下飯 是可以飼料 那個飼料不是很勉強的飼料 那很多人就 因為怎樣不吃不吃壓抑那個 我說你就吃一塊啊 你會覺得有幸福感 那也OK啊 當你在照顧自己的時候 不是很勉強的話 身體免疫力就會比較 OK一點 就是你一直勉強自己的時候 然後很多事情過不去的時候 久了 它就淫在心裡 淫在心裡 它就影響你的 身體跟心 然後就影響到那個身體 就真的有時候 記憶不要太好 那今天刻意你碰不碰宵夜嗎 不會耶 晚上小鐘一下 覺得很開心 就想結束 又覺得自己不吃 而且這樣 很不想煮東西的人吃 那我就叫心裡煮給我吃 他說 蛤 你這樣吃 你就打電話來 我說幹嘛 我說等一下 他說我要吃麵 好嗎 我就煮給你吃 後來我就會提醒我自己 以後我要去吃 然後打電話 你就不要接 然後打電話 他說 有一次我提早 9點 他就這樣 這麼早 他說對 因為今天很早就進去 加油 不想